江碧晨呢 我好像 跳舞吗 跳舞 Tango 吃 吃 吃 因为我是家里有好多好的零食 我就是爱好买零食 你都瘦成这样 你吃到哪里去了 对呀 你是吃不胖的 来我们介绍一下吃不胖的方法 吃不胖不胖就是 都吃不胖 缓解压力的 他每一次在正式的演出之前 他一定要去一趟厕所 这个非常像 非常像压力释放了 我们都有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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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掌声欢迎三位粉丝 来到我们的歌手之家 谢谢 你们都是张力晨的粉丝是吧 对 我想问一下 你们都是通过什么渠道报名 来到我们现场的 我是芒果直播 我是芒果TV会员 通过来风直播 来到这个地方 跟我们的总裁见面的 来风直播 通过不同的渠道报名 来到我们的歌手之家 对 马上见到粉丝了 有没有点紧张 我特别紧张 马上见到偶像了 我说特别紧的粉丝 马上见到偶像 会不会有一些紧张 好紧张 当然 好紧张 很紧张 那我现在带你进去 好 走 我带了三位你的粉丝来 嗨 毕晨 嗨 毕晨 你们这么喜欢张毕晨 一定是有收集他的一些东西的 对不对 对 那有什么呢 我们毕晨去年发现了新专辑 开往早晨的午夜 这是我收集的 从我2014年参加毕晨活动的一些照片 是那个什么圣诞小镇是吧 对对对 圣诞小镇 一二一三嘛 那天特别冷 然后就张毕晨就问我 你冷不冷啊 冷我们就抱一个吧 还有一些网友要对你有些提问 你来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来自来峰直播网名叫陈希微光的提问 请问你之前有直播过吗 你以后会通过直播的方式 跟粉丝分享你收获了哪个方面呢 我直播过啊 直播吃饭 那我怎么太适合你 以后我会经常有吃饭的节目可以找我 你他人生中就俩事 有一个直播不了 只能直播那个 这个吃饭的直播 不是 不是 因为我从小就吃什么都特别香 就是谁跟我一起吃饭都能吃的特别香 因为我吃什么都香 你是大胃王吗 我小的时候叫饭桶 然后上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给我起外号就张大身 这么瘦的身体没想到这么能吃是吧 那喂在哪都不知道 后来找明白为什么呢 我当时肚子里有很多蛊虫 后来就把它打掉了 你说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播 但是这就是他的性格对不对 对 好 还接下来来自微博网名为张碧晨的小葡萄 请问总裁陈宝 你曾说过自己是个不爱光机的人 那平时在家的时候最喜欢干净什么呢 我给大家道聊一件事啊 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如果没有人打扰的话 他可以睡15个小时 少说 都少说 太厉害了 一觉一觉又一觉 可能会起来上个厕所继续睡觉 好 接下来来自来峰直播网名为一见碧晨中午深的提问 听说你跟比比周比唱是很好的朋友 在加入歌手之前 他跟你传教了什么样的经验吗 不要紧张 但是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 他都紧张 他还跟你说别紧张 他说 嗯 他就说不要紧张 他说但是让你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 肯定会紧张 还说了 对 然后他就说你就投入 他就说你投入的时候 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嗯 那我们跟毕晨接下来来一些小小互动 好不好 好好好 你们每一个人说一个形容一件事 让他去猜一首歌 好不好 看能猜中这首歌 好 啊 这是 嗯 去年微博特别火的一个 就是一个小朋友 在 是在一直 一直在哭泣 然后他听到你这首歌了之后 瞬间就只哭了 这是一首 哇 哇 时光陪梦 难化你我 留白不要太多 太难了吧 啊 这首歌比较有意义是 啊 总裁你出道之后的第一首ost 啊 第一首ost 嗯 对 第一首ost 哎呦 一本之间 对对对对 你让我们来唱吧 一本之间的你 是我最美的回忆 哎 太难听了 啊 这首歌呢是去年 北京生日会的时候 您提前爆料出来的一首新登记里面的歌 两个字 字语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这都是我自己的歌 我能不记得吗 啊 就是 他们给你 就是一点点的提示 你都能想得起来 因为他们会提示我时间 在什么时候唱啊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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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这首歌我觉得算是十分有意义的 它是去年最热的玄幻的主题曲 玄幻去年最热的 对对火的不要不要的 不是前年吗 前年啊 对对对对对 年轮我觉得应该要来一首吧 唱一下 先先勾了成指纹 印在我的嘴唇 回忆苦涩的吻痕 是书根 好了 那我们最后再给张密晨再搁手 带里游吧 好不好 大哥 谢 我们一起 好吗 好 好 来 一二三 加油 好